念着晚上还要与陆毅一起到张府赴宴,距离下直还有小半个时辰,今夏便让杨月帮忙打着掩护,偷偷地溜回了家,既是张首府的孙子满月宴,这礼物是必不可少的,虽不至于说是亲力亲为,却也是今夏吩咐钟伯去准备的一块玉如意,寓意小孩子平安如意。 礼物已经备好,今夏线下的钥匙便是换下这一身清晦功夫,将自己收拾好,张大人是内阁首府,这种场合必然是会有不少官家夫人参加的,可不能给自家大人掉了面子。 陆毅回复后的例行一问,得知今夏已经到家有一会儿,就知道她定是提前回来穿衣打扮了,不由地摇摇头走向卧房,为了她陆毅的面子,自家夫人倒是难得有姑娘家的一面。 果不其然,卧房中的今夏已经换好衣衫了,正坐在庄镜前捣持着首饰与装匣子,一层层地往小元脸上碾至扑粉。 大人回来了,看到镜中出现的熟悉身影,今夏笑意浅浅地分了个眼神给她,又继续忙自己的了。 嗯,要帮忙吗?不用不用,我马上就收拾好了。 今夏本就生得底子好,虽是免不了在外奔波,可这皮肤依旧是光滑白皙,上完一层妆之后,眉如柳叶,纯若樱花,轻轻勾起的眼尾,更是平添了一丝风情。 明明已经是两个五岁孩子的娘亲,可那纯净的眼眸,配上这副妆容,一袭浅粉的衣裙,倒是有一种介于少女与妇人之间的别要风情。 聊得陆毅心绪微微荡漾,偏偏某个当事人还毫不知情,歪着头请示陆毅的意见。 大人,你看看,可有何不妥之处?没有,很好看,得了认可的惊吓,起身拉着陆毅。 那就好,我许久未装扮,还担心会有一点怪异呢?大人,我来帮你更衣。 等等,陆毅顿了顿,打开另外一个装匣子,取了一个翡翠的发簪出来,替他插上,才满意到可以了。 今夏虽是不懂行,但也知道光看成色与重量,这翡翠发簪定然就是价格不菲的。 当下有些心疼地说道大人,这发簪花了多少银子啊?文言的陆毅,好气又好笑地瞪了惊吓一眼,示意他转过身子自己看看铜镜,才慢条思理地解释道是不是比刚刚多了一丝点缀,感觉就不一样了。 你呀,别总是钻到前眼里去了,你是我的夫人,这点手是我还是买得起的。 今夏虾意识地同他讲道理,我不是怕大人买不起,是我已经有很多,打住,这个话题就此结束,不是说帮我更衣吗? 再磨蹭下去,怕是赶不上人家晚宴了。 对哦,大人,我们得快一点了。 二人乘坐马车来到张府之时,时间才得刚刚好,在门口负责接待的是张首府的儿子与儿媳,也是这次满月宴主人公孙子的爹娘。 陆毅虽是没有身穿飞鱼服,这气场还是在的。 客气问好后,还亲自领着陆毅二人到大厅会见自己的父亲张首府。 爹,陆指挥时与其夫人来了,陆大人,陆夫人,欢迎欢迎,张首府与其中难掩欢喜。 张大人,讨扰了,陆毅带着今夏刻套地问好,说是满月宴,可这排场怕是跟宫中的宴会也是有的一拼了。 今夏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四周,如他所料想的一般,今日到场的不少面孔,都在今年的宫宴中见过。 宴会的流程环节,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,其中故作姿态的大友人在。 虚与位移攀谈的意识不在少数,陆毅毕竟是锦衣卫指挥使,深得皇上信任,算是朝野重臣。 社交上的一些礼节终究还是要做得周全一些。 身为他的夫人,今夏脸上一直保持着礼貌的微笑,对前来问好交谈的人,都是浅笑,点头,复合的一个套路。 终于在他脸都快笑僵硬的时候,可算开席上桌了。 听他微乎其微地松了一口气,陆毅男眼心疼地握了握他的小手,若不是自己的身份,他的小姑娘,何须如此勉强自己。 落座后,桌上那流金壶中的酒水,惊吓不免多看了一眼。 以这种排场,里面的酒水音是不会差的吧,可惜自家大人不会让自己喝的。 算了算了,又不是没喝过酒,如此想着,今夏移开了视线。 一边与各色上前的人马寒暄着陆意,不动声色地清敏了一口酒水,酒性甘醇,入口腼腆,这口感该是适合贪嘴的姑娘。 蒸了一小杯递到今夏面前,这是江南进贡的,口感不错,你尝尝。 方才一直端着的今夏,不由得眼睛一亮,欢喜地看向陆毅,甜甜地说道谢谢大人。 眼前笑意盈盈的姑娘,陆毅脸上也浮现了笑意,心道,她家夫人真是个好哄的姑娘,就一杯小酒,也能换得她满心欢喜。 酒在好野商位,不能贪杯,我晓得了。